美军目前在日本人国基地和加首纳基地,部署了一定数量的F-35战斗机,这些F-35战机也经常飞附东海上空,执行相关训练和测试任务。 不过据美军声称,在东海上空活动的F-35战斗机,从来都没有被中国发现过。美军这种表态无非是想向外界表明,F-35的战斗机的引行能力是非常可靠的。美军称F-35在东海上空没有被发现。 不过美军的话音才落,美国媒体却又爆出了另外一则消息。在东海上空活动的美军飞机,多次受到不明光束的攻击,给飞行员的实力和观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 这其中就包括美军F-35隐形战斗机。据美军分析认为,这些不明光束,是来自于陆地或海上的渔船发出的激光束,并且与中国有很大的关系。 美军又称包括F-35在内的军机,受到了激光攻击堂堂的F-35隐形战斗机,竟然受到了激光的攻击。 这让人感到非常的难以置信,因为F-35战斗机与P-3这类低空低速飞行的海上巡逻机,有很大的区别。 一般地面和船艇上的人员无法用肉眼,发现高空飞行的F-35战斗机,当然也就更不能可能用激光束跟踪照射F-35了。 因此,要对F-35战斗机进行激光照射,必须首先要使用红爱探测系统,在较远的距离进行发现和锁定,之后才能用激光束进行照F-35射。 如果确实发生了F-35战斗机被中国船只发射激光跟踪的情况,那就表明中国的红爱探测技术已非常先进,已经有能力在几十公里之外发现,并锁定隐形飞机。 这与美军正在探索使用基载红爱探测器探测间20是相同的原理。 只不过按美国人的描述,中国的红爱探测系统,似乎比美国的更先进,以致在放在渔船上都能跟踪隐形飞机、美极装备的红爱探测器。 不过对于美方发布的这些消息,也有专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,美国人在吹嘘几方隐形飞机威力强大时,就将他说成是行踪诡异,无法被中国发现。 而在煽动中国威胁论时,又将F-35说成只老虎,甚至连鱼船上的人都能用激光器轻易地跟踪照射,这简直就是中国古代成语,自相矛盾故事的现代版。 因此,对于美国人散布的消息一定要客观地去分析,F-35既没有强大到在东海活动不被发现的地步,同时也没有趋弱到连鱼船都可以用激光跟踪的窘境。